我在刚刚知道净土念佛法门之后很欢喜,并马上给自己定例早晚课各一小时,后来逐渐增加到大概每天四个小时念佛,每天有听老法师讲经不间断。 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,明明知道2012会有灾难,自己也可能会在灾难中丧生,但就是每天提不起精神念佛,现在干脆连早晚课都不做了,即便有时间做我也会拖延不做,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念佛让佛,不爱做功课。 我造过太多的罪业,即使学佛了,也依然因习气的关系造作罪业,我经常会跪在佛前自责,为什么自己这么不上进? 我这么心形不善的人,即使学佛了,还依然造业,像我这样在灾难中还想幸免吗? 我若是今生不能往生净土,恐怕等待我的就是三途地狱。 内心里充满了恐惧,但是每每想要全心念佛时,总是会有力不从心之感。 有时感觉非常的烦躁,想发脾气,有时感觉这样念下去太枯燥,没什么意思,然后干脆就不念了。 但内心又极度自责,每天生活在这种对未来自己不能往生净土命运的恐惧, 在又对自己不能全力以赴精进念佛求往生那种自责懊恼痛苦当中,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,法师您能告诉我吗? 我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? 因为在以前我每天不间断地念佛,几乎没有中断的时候, 可现在时间这么紧迫了,我怎么就精进不起来? 而且每天都感觉枯燥,乏味,烦躁不安,就是不想专心念佛。 我怎么了?我不能这样下去,我一定要努力念佛往生净土, 我知道不可以错过今生,请法师开始。 你提的这个问题,我想也代表了一些同修的状况。 这种情形,佛法里面就是讲,属于业障。 这个《地藏经》里面讲, 严福提众生,业力深重。 能敌须弥,能深巨海,能仗胜道。 这个圣道就是你修行的道路,被业障住。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? 在《地藏经》里面,又告诉我们,对治的方法。 就是你用至诚的心,求地藏菩萨,跟地藏菩萨感应。 祈求他老人家,为你消业障,若一日,若二日到七日,天天虔诚地求,天虔诚礼拜,最好每天能拜上。 一千百,另外,这七天都要断五星九肉,自己在家宰戒。 勇猛精进七天,你的业障就破掉了,你的法喜就出来了。 法喜一出来,你就不会想停下来。 你会越来越用功,越来越精进,而且越来越发喜。 这就不退转了。 万事开头难,你这关要过。 那么,业障,主要的原因,除了是过去生中造作的罪业, 施然,还有一个是这一生我们的缘,没把握好。 缘是什么呢? 听经文法。 听经文法能帮助我们开悟。 开悟可能说得太高了,我们说低一点,开窍。 就明白了为什么要修行。 修行有什么好处? 不修行有什么坏处? 这些道理我们都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就乐意想修行。 所以,听经很重要。 听,千万不能听杂,要听一门。 那你现在要求生净土,那我就建议你听无量说经。 师父老人家现在正在讲净土,大经科著。 去年刚讲完的,去年到今年,今年9月18号讲完的, 净土大经节演绎,一千两百小时,你就认真地听。 如果你感觉到听这个经有点太深了, 自己觉得吃力,那你从找一个浅的开始。 师父早年讲过的无量寿经,包括我也刚刚完成的,讲完的无量寿经。 比较简短,比较浅一点,那么你就拿来认真地听。 最好一天能听上四个小时。 七天用功,下来,我能肯定,你就心境上完全不一样。 你能够发起静静。 然后还要保认,保认就是要坚持。 罪业不能再造了。 要认真地去落实弟子规,感应篇,诗善业道。 这个才叫真修行。 否则,那就会出现像你所说的业障。 修到最后就不想修了。 退转了。 这一退转,这一生失去往生的机会了,来生就很可怕了。 多半是恶道,而且再闻佛法机会就少了。 可能面临着无量节的沉沦。 所以啊,要提起静静。 静静一开始你觉得苦,觉得累,要忍得住。 要知道,忍一时之苦,将来得无量节的乐。 值得,值得了。 现在要是贪图一时的安逸。 懈怠,懒散,可将来是无量节的苦等着我们。 你想清楚了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 是能不能停止过去。 。 。 按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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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? 。 。 。